各位好,今天是1月12号,礼拜二 这里呢,再给大家继续更新一些关于经济纾困 新的经济纾困,包括纾困金啊 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美国新闻吧 那如果大家还没收到纾困金的话 因为这次IRS的确是用了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所以的话很多的钱,他由这些第三方机构就挫发到了一些地方 有些就是本来应该发到你的钱,发到了别人手上 所以呢,他们正在系统进行调整 调整好以后呢,应该会很快有反应 你也可以尽快收到你的纾困金吧 那Joe Biden会在这个礼拜四就要给出他自己的新的一轮的 这个纾困方案的一个大纲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些具体内容,看看有什么更新 那这个经济疏困大纲应该是会超过一万亿的这样一个价码 那他在之前呢,一直都有点点的犹豫 就是对于民主党要去弹劾现任总统特朗普这件事情 那他也表达了,如果民主党继续来进行,众议院来继续来继续来进行弹劾总统 这样也不会和他的这个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有矛盾 所以呢,他会和国会的参众两院来不断的沟通,来保持一个沟通 来确保在这段时间上任之后,如果出现弹劾案 那参众两院怎么来分配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 如果参众两院是面临这个弹劾的话 那总统上任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能参众两院很长的时间是要用来弹劾总统 最后来来确认啊,或者否决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他的经济纾困和他的好多的这个承诺就要,可能就要耽误 所以呢,他在这个部分会跟参众两院来沟通啊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抱怨,佩洛西,Nancy Pelosi 在之前这个9000亿的谈判当中就是一直耽误了很长时间 他的自己这种固执,没有任何回旋的这个余地 让上一轮的谈判就是牵扯了太长时间 然后又让很多的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在抱怨他,但是他也站出来说 他是为了给所有受困难的美国人民谋取最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看法 那民主党在这个国会已经正式就是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弹劾总统这个议案 那因为一开始他们本来想在众议院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 已经被这个共和党直接就这个否决了 那今天的话,国会的这个众议院就进行了这个讨论和一个辩论吧 那然后的话,国会就正式进入了谈和总统的这个程序 那明天就是国会整个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全票的一个投票一个这种过程 那应该是多数票会占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就通过了谈和总统这个议案这样的话 这个议案将应该会被民主党人会在最快的时间提交给参议院 然后呢,由参议院来定夺到底要怎么办 那Mitch McConnell现在还是作为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的领袖的话 那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报道,他并没有太多的声音 那他当然可能大家了解 希望看到的可能是他觉得这个谈和总统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事情 但是呢,他最近一直没声音 但是在最近也就在今天的一些报道当中可以表明 Mitch McConnell他在最近是非常非常对总统的很多的行为是感觉到Furious 就是他感觉到就完全就是不可理喻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特别对上星期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国会的事情 所以呢,为什么他的太太赵小兰也是随当随之而就自己就辞职了 所以Mitch McConnell可能在这个部分 他是心里面有做了很大的一些斗争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他是对于impeach 对于谈和总统是保持一个应该是个中立 还甚至还是觉得这事情是可行的样的一个态度 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参议院现在预计如果正常的话 他们在1月19号之前就不会回到参议员工作的 所以呢,所以的话,势必的话 如果Mitch McConnell不是提前让所有参议院回来 要讨论这个谈和总统的话 那谈和总统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势必要保 要在这个总统,新的总统拜登上台以后才能进行了 那那个时候大家还会不会继续Mitch McConnell 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言论或者他的一些态度呢 就到时候再看 那现在可能民主党人甚至很多的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人 可能更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是仅仅的要作为要川普作为这个第二次历史上首位总统被弹劾两次 并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表面上的一个胜利 他们可能最终的一个希望是需要通过这个弹劾最后确定特朗普总统不能再在以后任何的时候再再重新来这个重选这个美国总统 这可能是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支持者 这个Bernie Sanders也在他的这个推特上也发生了 特别是关于这个新的一轮的经济纾困 甚至他一直追的这个新级纾困支票 就是给每个人两千块 他的原话就是 所以Bernie Sanders将作为新的这个预算委员会的其中的这个主席了 所以的话在新他上任以后呢 他在这个部分就他说了 他可能会用到budget reconciliation budget reconciliation就叫做什么 应该把它翻译成预算的一种和解吧 用如果用这个立法的程序的话 参议院就不需要一定要达到60票才可以过一个议案 参议院只需要达到就是简简单单 就是哪一个党你人多 你只要人多 你投票的人多拳头投赞成 那这个议案就自然就过了 那所以呢 他可能在某一些议案上 特别包括了经济纾困上面 他可能会要带领参议院的民主党来一起来动用这个行政这个手续 那reconciliation 他的这个意义和这个程序大概是什么样的 reconciliation provides a process to prevent the use of the field buster and thereby allow the passage of a bill with simple majority supporting the Senate 简单的说就是任何的议案法案或者是一个预算 那只要某一个党动用了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只要是你投票的时候有这个党的简简单单的就是你如果有51票 投票51票这个就过了 不需要达到60%的这样一个投票 那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这个和解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一般的话就不能用很多次 Senate can pass one bill per year affecting each subject 参议院只能每年只能用一次 Congress can thus pass a maximum of three reconciliation bill per year 国会的众议院就可以 一年可以用三次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民主党人可能在这个部分在新的这个刺激计划和这个刺激支票当中 可能还不会简简单单就用这样的一个和解的一个程序 因为现在民主党已经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和解的这个这个程序可能会用到之后更重要的 比如说是共和党人可能肯定会卡住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议案当中 所以呢 但是他已经讲了 Bernie Sanders已经讲了 他会如果一旦遇到问题 他就会动用这样的形式来帮助这个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人民 那上一次呢 特朗普总统总统的参议院Mitch McConnell领导下动用了这个budget reconciliation的时候 是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是来了一次整体的这个从公司个人还有各种的一个大的这个减税的一个计划 当时参议院就动用了这样的一个程序 所以呢 我不知道这个程序会在什么时候动用 到时候如果动用了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更加了解到底是怎么样 那特朗普今天他去到了德州 算是也是一个最近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一些电视讲话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吧 他在那主要是为了德州的这个边境的一些墙啊 或者是建墙一些工程啊 去去造造势吧 那但是他的这个声音和他的这种叫做腔调已经明显明显就是平缓很多了 这也是他的幕僚和他的这个呃身边的人不断的在强调你这个时候不能再呃大大咧咧起鼓呃非常就是这种高调的再来宣扬你所谓的这种叫做呃选举舞弊啊 或者你你民主党偷了你的选票啊或者这种了那你将来有可能会面到面对着很多的是呃这种各各种各个地方来的这种诉讼你要一定要小心你的这之后的法律的义务所以呢 这个时候总统已经有意识而且是可能说对他来说是一种被迫的一种他已经降低了他的这种声调那也表明了这个继续要帮助拜登继续来这个来转交政府这样一个事情吧啊 那在民调的一个显示来说有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都需要都觉得现在这个经济资助是不够的另外的话啊 啊bankrate.com的一个民调这个表表明当中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国人是没有办法支付比如说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连一千块钱他都没有办法动用的这样的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民调当中另外的百分之三十八的人他说他是要需要通过借钱需要用不断的把这个钱放到信用卡用信用卡来付费来生活所以的话还是可以看出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和这个民众的这个收入 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是需要啊帮助的啊那CDC今天有个好消息CDC今天特别是特朗普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了就是应该是配合拜登的这个计划就开始啊全面的就是发放现在现在库存里面所有的这个疫苗到各个州所以呢也不也不积压了不等就是第二轮要打疫苗的人了这个时候全部发放到各个州 那这个时候呢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这个时候65岁开始和以上的人就可以开始可以正式的可以宣布你们可以开始要打疫苗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说真正的去预约但如果你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尽快告诉他们也许你们可以了解你们家庭医生或者药房什么时候可以去打疫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事情 而且65岁以下的人如果你是有这个COVID的话你是有COVID症状是有COVID确诊的话你应该也是可以打疫苗这是新的一个变化非常非常好而且到加州的话已经动用了这个国防军国民警卫队来帮助来分发这个疫苗所以呢不断的有这样的疫苗好消息出来的话我们也会对接下来会抱有足够的信心好这就是今天月12号的一些更新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